各位好,今天是8月4号的晚上 那先更新一下今天我孩子拍戏的一些状况 今天呢,没有整个一天在这个电影棚 那大概用了半天的时间 那他转换了角色以后 进行了新的这个试衣服 然后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 进行了新的这个表演的这个一个整个程序 因为有些东西是他需要学习的 所以呢,他今天也用最快的时间 去尽快的去融入 我感觉他的快速学习能力还是挺强的 然后呢,他也能够去吸收很多这个新的东西 然后也马上和其他的这些孩子 也能够在一起玩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那他新拍的这个角色 也会有非常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 我认为也非常非常有意思 那对于我们昨天有点比较失落这种感觉 到今天我们可能马上就觉得 一种全新的体验 那明天早上我们将可能在五点多就要起来 然后呢,六点钟就要出发 然后七点钟要报道 那所以呢,明天就是应该是一个整天的 又是一种等待 或者是要去准备好的一个状态 那在接下来三天 四五六三天就要进行完成这些拍摄 那这个当中呢,那也会和这个像是其中的一些主角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打照面的一个这样的机会啊 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带他去认识一下这些大明星 然后打声招呼 甚至可以拍个自拍啊,或者怎么样 那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相关的一些各方面的新闻啊 在这个疫情的整个整个过程下啊 那美国的这个家庭这个收入反而是有所增长的 那这个当中大家都应该可能有体会 跟通过这个纾困金啊 税务返还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 这种经济纾困 那美国人实际在这个整个疫情这个情况下 是增加了四万亿的这个 这个收入和这个存款啊 那但是根据这个牛津这个经济 经济判断来说的话 他们说了这个当中多数这个增加的这个财富是去到了 去到了很多的富人的这个手上啊 就是有资源的这个人手上 那80%的这些增长的这些资金啊 是去掉了那些在这个失误链 这个经济失误链顶端20%的人 有42%的这些增长的这些经济收入啊 是去到了那些在失误链 经济失误链最高的1%的这些人手上 那非常多的经济学家也认为 这也是没办法 这也很正常的 因为政府提供了非常多的给予公司啊 给予这些大企业 特别是一些纾困啊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种叫做支持 所以让很多的岳父的人 可能就在这个这段时间又变得更加的富有 那这个大家也看到了更多的 很多相关这样的新闻 而且美国政府所提供给个人和公司的很多的这些 经济纾困 甚至被个人被公司 然后被很多的黑客滥用 那如果在这里告诉你 有中国的这个非常多的 这个从海外来的这些黑客 在利用美国的这些这段时间的这些纾困的这些计划 那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吃惊 但是这是真正在发生的事情啊 那经济学家也讲了 现在美国需要一个非常 真的是要加强这个经济的复苏 那现在在通货膨胀 然后又在这个利率不稳定 然后可能要加加利率 然后联储局现在印钞票的这个速度 又没有办法那么快 不敢不敢那么多的印钞票 那美国政府又面临 他现在手上的这个钱 只够他两个月的这个支付了 所以非常非常多问题 非常都在一起 然后又包括现在这个疫情的反复 所以不知道接下来 会是到什么样的情况啊 政治上跟这个经济也有关的 根据美国的这个叫做 Census Bureau 也就是专门做这个调查的 这个民调的这些 还有这个叫做这种人口普查的 这个机构啊 那调查结果就是有超过了 1100万的美国人 现在是他们在交房租上面是挽交的 那这个CDC的这个 对于这个租户的这个保障 已经是一直一直的在延长 不断的在延长 到最后呢 在6月29号的时候 最高法院以5到5比4的这个判定 判定了CDC现在对于这个 租客保护的这个这个禁令啊 就是不能把租客赶出去 这样一个禁令是违宪的 然后也是违法的 那即使是违法的 那但是 最高法院在当时也就说了 反正是已经要到期了 他们在这个部分也不会要强制 让CDC再做什么改变 就让他一直就是 让他过期就行了 那总统拜登那也说了 希望国会在这个部分来 来做判定 但是在国会这个当中呢 有非常多的不同声音 那对于法学界来说 对于这个 最高法院这样一个判定 既然你已经判定了 这样一个行为 这样一个限制令是违宪的 是违法的 为什么你还让他就是 让他就是继续在实行 这是不可思议的 对于非常多法学界的人士来说 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 那CDC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措施 在上周已经是结束了 那在但是国会当中 有非可以说是共和党人 是完全不支持 就是继续去延长 那在国会当中 有可能超过了20多名的 这个民主党人 也不支持去赞成 这样去延长 这样子的一个限制令啊 所以国会可能得不到 太多的一个支持 那所以呢 但是国会当中非常多的 这个政客就一直在 给CDC施压 他们认为CDC你应该勇敢 你应该做你该做的事情 做正确的事情 继续延长这个限制令 因为没有别的什么机构 或者政府能够来 能够来处罚你啊 或者是指责你 就应该动用你的权利 可以去做啊 所以呢 CDC他们就把这个限制令 就是限制赶速 租客这个禁令 又延长到了10月30号 那这个延长的禁令呢 是可能更多的是 面对于真的是被疫情影响了 非常多的这些地区 但是呢总共有80%的美国的 这个各个这种县会被包含进去 有90%的美国人的人口 都会被包含在这个新的这个延长 这个当中啊 那当然他这个也受到非常多的反对 反对方特别是很多的屋主的一些反对 所以呢可想而知CDC的接下来 要面临非常多的这种比如说诉讼啊 或者是抱怨啊各种各样的压力啊 那再讲讲纽约的这个安朱 这个市长啊 他最近面 对不起啊 州长啊 他现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那当一个政客 他自己的这个后方的支持 比如说本党的人 或者甚至总统都已经开始要他下台的时候 这个时候政客失去了他的非常多的强烈力支援的时候 他再有权力再有人脉这个时候他可能都非常非常的尴尬了 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下 那他是因为他和十一个这样子 在他工作范围内的这个女性 有产生过非常多的性骚扰的这个指控 而且这个指控已经是刑事指控了 所以呢他现在面临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事情 那呃 那总统Joe Biden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就是希望啊 那Andrew Cuomo能够下台啊 要resign 那Nancy Pelosi也是非常赞成这些女性勇敢的站出来 也希望也是认为啊 这个州长 Cuomo应该下台 那Chuck Schumer参议院的这个民主党大佬也是认为他应该下台 所以从整个白宫政府到民主党的这个一派都都反对他的话 这个来说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了 哦 那国际上关于这个疫情上中国的这个疫情现在也开始变得严重了 那武汉将会要要有非常多的人要进行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检测 要类似于这个风风区域啊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了 而且没中国会有22个城市都会比较非常紧张的开始进行各种的这个测试啊 那美国现在看来是肯定回不到这个封城的这样的状况了 打过疫苗的证明而且就只要你能出事你打过一针至少一针的这个疫苗的话 你就可以做你能一些该做的一些事情那纽约市已经有60%的这个纽约市民是打过一针的了 所以呢可想而止是有非常多的人是还没有打任何的这个疫苗 所以呢在这个部分肯定也得到了非常多的纽约本地市民反对 他们认为这个是侵犯了他们的这个权利 但是呢看来这样的一个限制令这样的一个禁令看来不得不在美国的一些州 我也非常赞成美国自由的有点太过渡了 所以有些的行政的政府的一些干预还是多少有必要的 所以不知道在这个部分如果你在加州你希望加州的这个政府也推出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严格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 那接下来的Jeff Bezos那个亚马逊的这个总裁啊 刚刚才最近才上了这个太空那他已经不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了 因为最近的这个他们的这个财报没有达到预期 所以呢就让他们的股票低了不少啊 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变变为了全球第二富有的人啊 第一富有的人是Bernard Arno 应该他是个法国人 他的旗下他是拥有Sephora Tiffany Core Louis Vuitton 是一个完全的是一个这种暴力的这个行业 他变为了一个全球的首富啊 那根据一个调查 就是最后一个信息 那调查的 问卷调查的问题就是说 对于这个现在又开始增长的这个COVID-19这样的疫情在美国蔓延开来 那你们应该调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应该觉得谁是应该是负责任的 你应该是怎么样抱怨谁 那第四位排在第四位的是 啊很多回答人认为他们是认为是国际之间的来美国之间国际之间的这种旅行的人Travelers 然后他们带来的那第三位是他们认为是那些比较保守的这个媒体 他们在宣传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一些消息带来的 那第二位是因为他们认为是Donald Trump前总统啊 就是抗疫不力 然后没有把这个消息非常好的宣传给大家 然后他引起的第一个呢 就是认为是那些没有打疫苗的这些这些人 他们让让这个疫情又又重新有了反复 好了 这个就今天8月4号的新闻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